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古虎局收到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28集的节目 先给大家分享工作室系列111号的飞猫腿 它是大黄蜂电影里头的造型 不过应该是一个概念款 实际上在电影里头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出现 不知道各位没有注意到官方这一波的玩具 盒子的材料有换了 换成了这种瓦楞纸还是什么的 它的硬度比以前好一点点 但是给人感觉就是更加比较廉价 工业化的那种包装盒 好吧 反正研究包装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小恶趣味 这次的玩具体型是Deluxe等级 但是因为我是跟这款Sizewipe是同时收到的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两个材料会不会是铜模 后来发现原来不是我自以为它们是铜模 你看身高来说Sizewipe会高得多 但是玩具的分量来讲的话 飞猫腿却一点也不比较差 甚至我们可以说飞猫腿的话 是把这个人物再做了一些压缩 我指的压缩就是说它的一个部件 什么的是塞得更满 而且它关节都非常紧实 并没有像Sizewipe一样下盘不稳的状况 它这个几乎可以说你看这个宽部的关节 只捏住一条腿 这个宽部的关节支撑力度还是很好的 它手上的话呢 有一队的武器 平常不拿的时候给放在后面 它后面的话呢 其实把它给拿下来 你可以把它 对了 你放这样子的话 它好像有四根排气管在后面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你要把它反过来装 反过来装 也是可以 但是呢不太建议啊 因为它的这个侧边 这个地方的凸会去背道 那背后的话呢 如果没有安插武器 它还是有细节的刻画的 那它的兵器的话呢 是一队的双枪 双枪平常可以自己组合 没有任何的涂装 上面的这个弧形 这个线条我觉得有好看 那把它拿下来之后 就可以分开 再两手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有一侧是有凸的 另外一侧就没有 平常的状态下呢 就是一个双手持枪的样子 然后它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觉得吧 个人最最觉得诡异的地方 就是它的手的比例 它的手 我的感觉是不是好像 可能是手臂做的太粗 所以感觉它有点偏短 而手臂粗的话呢 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一块部件 你先把这一块部件不看 可能还好 但是呢在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是车子的一个侧门的部分 它折叠在这个地方 再来它的拳头不能转 比较可惜 而且拳头本身呢 跟小臂的话呢 没有做任何的分色 我们可以看到 以盒子来说 它的拳头至少 你应该涂成灰色嘛 涂成银色吧 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拳头就看上去 视觉上比较奇怪一点 不过腹肌这个地方造型 都是做的不错 胸口的话呢 也是涂出凹进来 肩甲非常的巨大 大到呢 已经会影响到 它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平局啊 基本上是会去碰碰撞到的 这个部件的话呢 有一个双动关节 你可以再去做一个 你比较喜欢的一个角度的调整 手臂360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 二头肌可以转动 摇身转动脚前踢 膝盖大约就90度了 脚踝的接地的话呢 还可以啊 算是比较优秀的 前后也能够动 变形的时候 有需要啊 脚后踢 那它的另外一个造型上的 诡异的点 就是它的这一片部件啊 居然就是这么样的 一个在侧边啊 没有翻折 任何一个角度 你可以调整一些 你觉得比较OK的角度了啊 那如果你要把它缩到最小的话 我觉得可能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这已经是我能够想到的极限了 而它背后 这个地方 这个轮胎的造型 卡在小腿后面 这个有点意思了啊 那手臂后方的空洞 这可能是它这个玩具呢 最大的一个偷胶的部分了 那我们就来 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 它的变形也是 算是比较有趣了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这样翻出来之后 这里面有一个双动管节 把它整个给挑出来 挑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翻出来 而且记得你一定要翻到底 要有咔的一下的感觉 再来我们把这个头给翻进去 背包的话呢 有个锁扣 把它解开 翻到前方来 先到这里就好 我们再把腿部的话呢 做一个这里 脚底板往上翻 然后翻到中间来 因为呢 我们两腿呢 待会要做一个结合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部件旋转它 旋转一下 转下来 这里 把它组合成一个车头 这边也是一样的 旋转下来 把它给卡进去 它卡进去 然后呢 两腿呢 做一个合并 好 合并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先把手给扣过来 扣到这里 具体来讲很简单 这个部件 翻出来 往前面推 然后呢 侧边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在这里 扣上去 然后到这里 把它给 摁进去 这里要尽量的把它给 往内给压紧啊 因为它等一下还是有可能会爆开的 那我们先做个样子就好 来 这里 后面要弄上去 这里 好 两侧 OK 好 先暂时的把它给捏一下 好 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这块部件 给往下面放下来 那这里记得啊 这个玻璃要往外侧 要往两侧 翻到最大为止 然后呢 把它这个部件 给往前面扣下来 好 之所以要把玻璃呢 先扣手 再扣玻璃 是因为 这个手臂有一个凸 我们先把它就定位之后 玻璃盖下来啊 才能够把这个凸 盖在里面 那后面这一片 就是一个双动管节 直接把它推过来到这里 扣上去就行了 到这边 好 这里前面的话 岩丝合缝再捏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两个肩甲合并的时候 先合这一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凸过来 因为它这个 这个包到它身上 所以我们 两边的 哎 不小心把它给奔开 这个肩甲有点紧啊 好 你看 如果你 先盖上面的话呢 这一片不仅你要从下面塞进去啊 刚好做一个错误的试探 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车形态的表现 这里的话呢 呃 无论我怎么调整 我这里的话呢 这个缝 基本上还是会存在 我已经建立了 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哈哈 那它的武器 武器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的话呢 是把它给扣在侧边 好 这里 把它给扣在侧边 这是第一种方法 但是呢 感觉有点小空 虽然也是不错 那其实标准的方法应该是 因为它有设计 这个 中间 可以合起来吗 我们就把它给合上 然后呢 扣到这里 它这个时候就是用这两个凸 方块的凸 把它给扣上去 好的 扣上去之后呢 就是在车顶上 这个可能比较好一点点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载具形态 滚动性呢 只能说 非常的普通 这个呢 因为它的 轮胎 其实只有这么一点点而已 非常的小 那我这边的话呢 它本身就没有什么 没有推得很顺 它会有一点点阻力 但是呢 这个 像是涡轮转动一样 真的非常的漂亮 前后都有 后轮 后轮推起来比较顺畅 前轮就这个就比较不行 但是它的一个 反正它的一个摩擦的面积 真的是太小了 不过瘾了 对吧 摩擦面积太小了 不过瘾 底盘 收的也是比较工整 颜色的话呢 是鲜黄色 非常非常的亮眼 但是呢 以往呢 会用到这么鲜艳的黄色呢 通常都是出现在 Bumblebee 而Bumblebee的玩具呢 大家应该会 常常感受到 它的一个黄色的色差 会非常的明显 这一款的话 也是有 主要是集中在 这一块 玻璃这个部分 它的胸口 人物的胸口 在这里 它会有色差 是因为它是在 透明件上面上 透明件上面上黄漆 所以一定会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但是其他的部分 黄色的塑胶部分 几乎都已经是 做到没有什么色差了 这一点 以纯黄色的玩具来说 这一款的表现 已经算是 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然后这里 活派的标志 印的比较小 就放在这里 好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飞毛腿 本身是一个 蛮标准的 Digust等级的表现 但是呢 造型上 我觉得吧 稍稍有一点 有点 有一定的胖 有点有点胖 但是变形还是挺好玩的 抽型也很扎实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